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笼罩在新冠疫情下 世界各国几乎都执行居家隔离的防御行动 就在这一段期间 是否带给父母们顿时不知所措呢 特别是7天24小时 一家人一起生活 面对孩子的教育学习 以及居家工作等等 大家都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紧张之际 要如何应应呢 孙佑菊·康尼老师毕业于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 并取得了麻省弗雷明汉大学教育领导硕士 目前任教于大洛杉矶地区蒙特贝洛学区 他同时也是一位亲子教育的讲师和行为分析师 并持有加州特殊教育 从幼教到22岁的教师执照 康尼先生育有两位女儿 一名是特殊需要的孩子 在他悉心的照顾和教育下 能够越来越独立 另一名女儿即将从大学毕业 除了自身的家庭教育 以及在洛杉矶地区的教学经验丰富外 康尼每年还将常年在美国的特教经验 带到中国的特殊教育老师们当中 结束中国的教学后 并顺道返回从小成长的台湾 与当地数个国中学校进行数周的暑期英女教学营活动 继上一集疫情下的学习与亲子教育后 再次邀请孙又菊 康尼老师来到优势频道 谁来做客节目 来谈一谈在疫情下 我们应当如何借机重建家庭关系 与面对生活问题 大家好 我是Ann 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今天很开心 Kani又再次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欢迎Kani Ann你好 大家好 Kani我想请问你 在这个疫情的时刻 你最常听到大家的问题困难点是什么 我最常听到的 其实从家长的那一面来讲 就是怎么样安排孩子在家的时间 对 时间变很多 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对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上一集谈到比较多了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上一集 Kani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分享 有非常棒的分享 因为我也想请教Kani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想很多家庭的经济可能受到影响了 不管是收入减少 或是有的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了 这时候要怎么办比较好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忧虑 我相信几乎在美国的我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可能都会为经济上面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那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人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我们的这个支出 现在要怎么样的做调整 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其实这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的一个过程 那总是会过去的 疫情会过去的 疫情过去之后我们的生活也就会继续的恢复正常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可能在几个月的当中 我们可能要缩紧裤带 然后呢让孩子们我们全家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样的来一起度过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 可能经济上面受到影响的时间 那除了减少开支之外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来帮助这样子的家庭 我知道最近我们好像大家都在等这个1200块钱的这个支票进到家里面是吧 那当然这个政府有一些的措施 那另外也有我想在这个资源上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我们也可以去来寻求 比如说这个unemployment 我们现在失去工作了 unemployment benefit可能可以cover一段时间 那我想这些家长们要在这个自己的很多的群中 我想都会收到很多的这样子的资源 那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可能不qualify 你不知道你夸不qualify 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有资格的 所以大家就利用这些资源先去来申请 看看我可不可以从这些资源的当中得到一些帮助 我想除了就是时间上的安排 或是在经济上下面临一些困境之外 很多家庭面临同样的问题是 就是全家人现在在一起的时间变非常非常的长 变得很多摩擦似乎也都变多了 怎么办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上集我们也有提到 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沟通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焦虑 那我觉得做中国的爸爸妈妈常常就觉得说 哎我不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的焦虑我的害怕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全家人一起坐下来谈一谈我们之间的我们的感受 其实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有很多的焦虑 但是因为我们不和他们分享 他们也不敢和我们分享 所以他们可能一些的焦虑也就是藏在心里面 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做爸爸妈妈的 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的模范 让孩子们知道说我们是可以讲出来 我们现在心里面的害怕 担忧 因为可能还有年长的爷爷奶奶啊 这些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去看他们了 甚至有人可能还在医院里面 我们都没有办法过去探望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是全家一起 夫妻也是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讲到自己心里面的这种担忧 也是怕别人把我的担忧加在别人的身上 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时间 就是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心里面的担忧 然后知道了之后呢 就会对彼此有多一点的恩典 知道说原来妈妈现在很担心 因为公司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妈妈可能讲话大声一点 妈妈可能比较有耐心一点 是不是 那爸爸可能现在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大家都因为更多的了解 能够有更多给大家彼此更多的恩典 对 我想这是心情上大家的沟通上的书解 那有很多是比较现实层面的 比如说大家都同一个时间孩子要上网上课 家长要上网开会 那一个家就是这么大 大家都挤在一起彼此都会干扰到 很多现实上也是会有很多的摩擦 要怎么办比较好 我觉得还是一样 大家在前一天的时候呢都已经都安排好 知道明天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时间表是什么样 所以让另外一方知道说我今天在某个时间要上网 要上要开会 所以请孩子们在这个时间当中 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就一定要放松一点 让孩子们上网 让他们做一些他们能够自己做的事情 这样子你就可以专心的开会 如果那个时候你还要求他们做一些 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 那他们可能就会来吵你啊 会来跟你讲啊 我不行啊 想要你的注意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智慧的 来使用 来安排 安排孩子们的时间 让我们大家在这段时间当中 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所以沟通还是一样 沟通非常的重要 是的沟通好了 没有那样子的压力 就比较不会擦枪走火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 对于比较小的孩子来讲 很多家庭都是双心家庭 爸妈都要工作 那小小孩你真的比较难说 帮他安排个什么 他就自己做 他就是很需要家长的陪伴 关于这样子有小小孩的家庭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也是想说 我也是觉得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 有小小孩的家长其实是最困难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 是吧 对啊 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一样 每一个孩子都有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他今天就是喜欢玩汽车 就是喜欢玩这个Legos 你就让他在你的旁边 可以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玩 然后你在甚至在开会啊 或者在上网上班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稍微的跟他讲一下 哇Good job 哇好棒哦 你做的好棒哦 就稍微给他一点点的注意力 让他知道说你其实是有关注到他 但是他现在正在做一件 他其实喜欢做的事情 对其实这个时候 小孩在旁边发出声音还是什么 大家都可以体谅 我不用要求孩子怎么样对不对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当爸妈俩的都是在工作上的时候 很容易就变成说 这个时间应该是你看小孩 还是我看小孩 造成夫妻间上面有一点不愉快 尤其是有小小孩的家庭 这怎么办比较好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一样啊 按照刚刚讲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沟通好 明天我几点钟到几点钟 这段时间当中很重要 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 Johnny可能我必须 没有办法看他了 所以你这个时间可不可以 Johnny在你的旁边玩 让我可以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让我把这个工作做完 或者把这个会开完 所以当夫妻之间有这样子的沟通的时候 而不是好像措手不及了说 我不知道啊 就措手不及的时候 大家就很紧张 然后就会比较容易发脾气 比较觉得没有耐心 所以如果我们之前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 我觉得让这个情况都会有一些好转 这时候透过沟通法 还可以让夫妻之间变成更好听 每次是这样子 没错 没错 那刚刚是提到小小孩 那我想另外一个大家现在也比较烦恼的是青少年的部分 我想青少年的孩子有不一样的问题 那很多家庭的亲子关系本来就比较紧张 跟青少年的关系就比较紧张 那我们刚刚提到夫妻关系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改善 那这样子跟青少年孩子的关系 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成为一个改善的契机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文不是说危机吗 危险就是一个什么机会 是吧 所以我觉得之前我们可能跟孩子在一个沟通的模式上面 因为每天生活的紧张 因为家长很焦虑 他们觉得说这个高中很重要的 他们要好好的学习 因为要跟上大学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常常做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推着孩子 推着孩子 推着孩子 或者拉着他们走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 因为我们还是把它当做孩子 当做我们要管的一个对象 那现在其实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疫情下面 其实我相信孩子也是从网上面听到很多的消息 知道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已经死亡了 所以也许他们心中有一些的担心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爸爸妈妈跟孩子 跟这些青少年的孩子 因为他们更可以沟通的 是吧 他们了解的更多的 其实他们了解的搞不好比你还多 真的 他们搞不好每天都在追踪 哪一个国家死了多少个人 哪一个国家有多少人染病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重要的就是和孩子们沟通 让问问看他们现在对这个 这个coronavirus他们知道多少 让他们告诉你说 那我们家该做什么 我们在家里面应该要做什么 我们今天要买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应该要怎么怎么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了解他的思考 他怎么样去思考的 你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 他们是很成熟的 只是家长没有一个机会 让他们表现他们的成熟 是 好像中国家长只盯着成绩跟学习 开口闭口都是这个方面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来重新认识孩子 重新让孩子知道说 可以跟他们道歉 说我知道以前 爸爸都是一直跟你讲 要念书要念书要念书 爸爸妈妈可能对你常常发脾气 因为你早上不起床 你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可以跟孩子道歉 真的需要跟 我们真的是很多家长 需要跟孩子道歉 让他们知道说 妈妈以前很紧张 我很害怕 但是透过这一次的疫情之后 其实我的心里面有一些改变了 我现在知道说 其实重要的是我们都健康 重要的是我们全家能够在一起 是不是 所以让孩子们知道说 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我以前可能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跟你道歉 然后跟孩子重新的来建立一个关系 让孩子告诉你 他们想要帮助在家里面做什么 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成为 这个家的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常常孩子们 并不觉得他们是家里面的一部分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 爸爸妈妈take care了 对 一个好像attach 依附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人 我没有任何的责任 我唯一的责任就是读书 拿一个好成绩单回来就可以了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觉得很好 就是打破以前的这种关系 我想很多家长都知道 我们和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有问题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只是以前没有时间 也没有机会来打破以前沟通的模式 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打破这个沟通的模式 重新开始建立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聊这个疫情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破冰的方式 我想很多家长知道跟孩子关系不是那么好 然后希望能够跟孩子能够开启对话 可是常常不知道要怎么去开启那个对话 因为你如果讲到学校 他马上好像很变成刺猬 你又要问我成绩 你又要问我什么 你又要打探我朋友 就好像很难有一个好的对话 反而关心疫情 这个可以让全家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话的模式 来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 对不对 是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疫情 虽然大家看起来我们真的是全世界都在这样一个困境里面 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多的家庭在这个时候可以是 我相信很多家庭之后会发现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全家的一个转机 是 不过就是除掉沟通之外 我想很多家长对于孩子 就是青少年的孩子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第一个你看他就是整天懒懒的躺在床上 或是一直在上网滑手机 或是在打游戏 就你说看了心理 就不管成绩是一回事 看了心理总是不舒服 那念他的话好像就关系就又非常的不好 要怎么样能够用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来改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开始和孩子们的沟通了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说 妈妈现在需要帮助 妈妈现在需要帮助 你可以帮助我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讲好 是吧 我们讲好 但是讲好之后呢 就不需要再去一直跟他讲 你做了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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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一个时间 请他今天你可不可以十点钟之前 把这件事情做完 那他是八点半做 九点半做 还是十点 他只要那么多对不对 讲那么多了 他只要做完了 我们就很开心的跟他说 Good job 你很帮帮妈妈把这件事情做完 其实他们很需要被肯定 对不对 你肯定他们做到 他们其实也会更愿意再继续努力 没错 没有一个人会在一个 好像被骂的这个情况下面继续努力的 很多时候其实是 他讲法好像就是 他是情爱 骂是爱 他好像不打 他好像孩子就不会进步 对不对 其实是在肯定的状态上面 是不是 肯定的状态上面 大家才会越来越努力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跟你说 哇你今天穿这件衣服 颜色好漂亮 好配你哦 那你明天看到这件衣服 一定会觉得怎么样 我好爱这件 每天想穿这件 买他七件 每天穿一件 每天穿一次 是不是 对所以孩子也是一样的 就是当他们被肯定的时候 当你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其实他不用从头到尾都做得很好 其实他只要有一部分 因为有一部分他觉得很好 今天一个字写得很丑的孩子 今天有一个字写得很漂亮 你就可以说 哇你看你这个字写得好棒哦 这一个字写得很棒 他就受到了鼓励 其他慢慢慢慢 他就会越来越写得越来越好 如果你告诉他 你这九个字都写得很烂 就这一个写得好 那我觉得他一点动力 都不想再继续写了 哦没错 我想这不只是孩子哦 大人也是一样哦 就完全不想再做那件事了 对对 我想长时间的相处 除了家人之间冲突之外 好像有一些争宠啊 嫉妒的状况 也慢慢的浮现了 不管是兄弟姐妹之间啊 夫妻之间啊 有的还是爸爸跟孩子啊 妈妈跟孩子 各种各种的争宠 嫉妒都浮现了 很奇怪 可是要怎么能够改善 这样子的情况 我想可能是大家都时间太多了哈 所以看得很清清楚楚 谁对谁比较好 那我觉得常常盯着 每天都在盯着 眼睛都在盯着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 就是家长们和孩子们 有一些好的沟通吧 那让爸爸妈妈可以让 问问看孩子 重要的是我们要问问看孩子 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说 妈妈比较疼弟弟呢 问他们 然后当他们告诉你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就说 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哪有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的啊 所以你这样 就算了那个沟通对不对 还是就不想再去跟你讲了 因为我这样子做 让你感觉到 我比较爱弟弟 我知道了 我现在了解为什么了 那你认为 我应该怎么做 才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对 对 所以让孩子们自己去思考 难道我做的别的方法 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法吗 你可以告诉我 我很愿意去尝试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对孩子有个同理心 绝对不要马上就打断 他们的思绪 觉得他们是错的 觉得他们是胡说八道的 是随便胡思乱想的 哪有这种事情 其实他的感觉就是真实的 对他来说是真实的 也许对你来说不是 对他来说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 一定要有这个同理心 知道要跟孩子说 哦我了解你的感受 我现在认同你的感受了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做 让你不要有这样子的 一个负面的感受 对 哇这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建议 我想真的在全家人 长时间的相处上 除了感受上会有一些问题 其实很实际的 很实际的生活面 也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全家都在家 你得要三餐都要有供应 对不对 那你家事的量可能也变多了 家里可能很容易变得更脏乱 那在家事上 我知道很多家庭 在家事上的分配啊 或是说谁该做啊 谁怎么样 或是妈妈做得很累啊 或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求分 要怎么样在这个 非常实际的问题上 来帮助每个家庭 我觉得还是一样 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妈妈可以分享一下说 我知道以前 我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没有让你们做 因为你们需要学习 那现在呢 我觉得大家都在家里面了 然后我也很忙 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的呢 我记得以前 我最讨厌的就是洗碗 可是呢 我被分配的就是洗碗的工作 所以每次洗碗的时候呢 就一肚子都不爽 不愿意 不舒服 那我觉得每个孩子 其实他们也有 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还有不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孩子 喜欢做的事情 先让他们来做 让他们觉得 妈妈其实我很想要 试试来煮饭 以前我是觉得 有些家长可能到了高中 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开火的 火都不知道怎么样打开 所以我觉得重要 就是孩子想要去做的 他就会比较愿意去做 做得好 做得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对不对 他第一次绝对做得不好的 但是呢 只要愿意去做 我们就很开心的 肯定他们 说谢谢你 你今天做的这餐饭 做得很好 或者你今天帮妈妈 把这个家里面 都收拾得很干净了 谢谢你 所以肯定孩子 让他们选择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反而应该利用 这一段时间 鼓励全家园一起参与 家事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很好啊 而且选择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你可以其实展现他们 哇 原来我有一个孩子是这么会 organize全家的 比我做得更好 好很多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来让孩子展现 其实他们喜欢做的一些事情 搞不好你们家里面 其实是出了一个小厨师呢 你都不知道 因为以前没有机会去做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再一次的认识我们的孩子 反而利用这个危机来扩展他们 对不对 扩展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技能 那我其实我想 刚刚我们也聊到很多 在这个时期 很多人都特别没有安全感 因为非常的焦虑 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那很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会特别需要人陪伴 那我听过一些case 就是希望家人 能够花更多的时间陪伴 那其实大家都非常的 已经蛮忙碌了 那在很忙碌之外 还要花很多时间来陪伴的话 会很严重的影响到睡眠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 应该要怎么来做 才会比较好的 我想你可能讲到的是说 可能孩子们因为会感觉到 没有安全感 希望 这些时间也是有可能 有这样子 也可能有些 对 那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需要 让别人知道 OK 很重要 不是用一个行为来表达出来 因为行为表达出来 常常就是whining啊 然后或者是生气啊 或者是觉得没有耐心啊 这样子的表达 是吧 所以重要的是 我们要用言语来表达出来 告诉对方说 我现在觉得 我需要你陪伴我一下 我现在需要 可能多一点的陪伴 或者是孩子们 我们也可以教导孩子们 用言语来表达 因为孩子很小 所以他们不知道 怎么用话语来说 所以我们可以教导他们 instead of whining 对不对 你可以告诉妈妈说 妈妈我现在想你陪我 那妈妈就要怎么样呢 就是要回应 对不对 妈妈的回应可能就说好 那妈妈可能过 我现在把这个计时器 放在这边 放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想了 妈妈就可以过来陪你 在这十分钟当中 你先做这件什么什么事情 就让孩子知道 你跟他说等一下等一下 那等一下是等多少呢 所以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一个东西 今天在那个地方 计算这个时间 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会想 想了之后 妈妈就会过来 那这个就有一个 有一个开始 有一个结束 对他们来讲 就比较安心 我觉得夫妻之间 也是一样 是不是 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说 好 那我们今天就在 看半个钟头 一起在一起 看半个钟头的电视 或者是坐半个钟头 在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 半个钟头之后 我就要再回去 去做我 今天工作的事情 还没有做完 所以让对方 都有一个时间性 知道说 不是遥遥 不是永远的 不是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四个钟头的 而是今晚 对 所以是有一个时间性的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大家 对彼此的这种期待 都不会过高或过低 是这样还是有陪伴 但是也有一个 订阅在 对不对 设定现在 对 非常非常好的建议 另外我也想在 节目的最后 请Khani给我们一个建议 就是大家在这段时间 如何能够创造家庭的良性互动 我觉得就是 我们要知道说 今天我们全世界人面对 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家庭在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把这样子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全世界的转变 世界都停了 是吧 所以呢 既然停下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这个停下来的标准 再继续开始建立 那以前 不对的 不好的 我们不想要看到的 希望改变的 我们今天 要怎么样来改变 大家可以彼此沟通 好 我们可以真的很坦诚的 告诉对方说 我觉得以前 我们的沟通 有一些问题 以前我们的互动 有一些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应该 要怎么样的来互动 当对方如果排斥 拒绝的时候 没有关系 因为记得 习惯 这个改变都是不容易的 没有一个人 喜欢改变 好 那有些人可能 对这个改变 可能的这个接受度 好一点 有些人对这个改变的 接受度稍微慢一点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 沟通 继续的说 我希望我们还是 有些改变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 你的改变 尊重 尊重对方的改变 先不要告诉他 我想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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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说 你想要怎么样 好 你有什么样的看见 我们先去接纳对方 先去了解对方 也许他的意见 跟你的心一模一样的 那不是正好吗 然后你采纳了他的意见 他会觉得 哇太棒了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多一点聆听 多一点聆听对方 多一点来认识 对方 多一点的沟通 然后就可以打破 以前我们这种 已经很多年很多年的 这种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所以我觉得 不论是夫妻之间和孩子之间 和孩子跟孩子之间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今天真的很谢谢卡尼来我们节目中 这么棒的分享 真的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其实是可以变成建立家庭关系的一个转机的一个契机 对不对 非常谢谢卡尼 谢谢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收看 有朋来访 不一乐乎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有朋来访 转发 buena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